它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产品 但协议策略 做工细节 长期输出能力 都经得起基本验证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你们要看 我就尽量安排 这不就来了吗 这是什么充电器 你们心里面都有数吧 这些标志我全部都抠了 为什么要抠 你们肯定都是知道的啊 这样的话 他们就投诉不了我 因为我没有说 这是什么牌子的充电器 对不对 这么大个公司出个产品 还怕别人测 阿甘的视频被下架了 我接着来 如果我这个视频也被投诉下架 你就证明这家公司 简直是太没有格局了啊 配不上做个大品牌 存在这个市场上 对不对老铁们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载视频内容的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 盒子 白色加红色的色调 所有的品牌logo 我全部都抠掉了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 白色的塑料卡座 充电头和数据线都装在里面 这个是充电头本体 这个是数据线 上面的logo全部都磨了啊 数据线本体100瓦 品牌logo我也磨掉了 但是咱们会把它的数据 详细的真实的全部给它测出来 这是我做视频的目的 后续拆解 我也会把这个电路用料 掰开揉碎 全部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客观真实的 给它来一个彻底的测试和拆解 充电头的高度是56毫米 连插脚的高度72毫米 充电器的宽度为85毫米 线材的直径3.9毫米 护套的宽度11毫米 厚度是6.97毫米 护套的高度20毫米 连底部防折断部分 也就是32毫米吧 线材的长度85厘米还不到啊 还差个2毫米 质感的话很柔软 做工怎么样 我们后续拆解再看 充电器数据线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253克 去掉包装盒重量 215克 单线材的重量 21克 单充电头重量 193克 这就是充电器的简单的一个外观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淡化家充电器 型号是A2A01 输入规格100至240伏 全球电压啊 输出功率最高100瓦 C1口和C2口 两个充电口输出功率最高都是100瓦 A口输出最高功率是30瓦 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 我们后面再测试 双路绝缘 海拔小于2000米以下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室内使用 循环10年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来检测一下 这个充电器4个充电口 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现在是Type-C1口 协议支持的情况 有高通QC3.0 5V 9V 12V 20V 3.6-20V 华为FCP的24瓦功率 华为SCP 又是写的40瓦 三星AFC也是24瓦 展讯的SFCP PD3.0 100瓦 PPS QC5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是20V 5A PPS档位3.3-21V 5A DCP SAM和Apple 2.4 三个基础协议 这个充电器 C2和C3口的协议检测出来 跟刚刚的C1口协议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Echo协议支持的情况 我看了一下这个Echo的协议 除了没有PD100瓦 其他的协议跟前面三个充电口一模一样 SCP 40瓦 我看这个Echo它的规格里面写着 最高也就30瓦 核来的40瓦 测试完它的协议 我们就要看它实际的表现了 首先就是米家的设备 Type-C1口启动PPS快充 真实功率在245瓦的样子 C2口也可以启动PPS快充 功率跟前面差不多的 C3口也是一样的 因为前面这三个充电口它都是100瓦的协议 华为手机的兼容性 我们以这个荣耀60为准 这个是Type-C2口 插上去没反应 Type-C1口也是一样的 把数据线翻个面它也是一样的 更换一根线材还是一样的 Echo倒是启动了超级快充 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 也就是一个22.5瓦的华为公开版的协议 那个检测出来的40瓦 那也就是给你看看而已 我们用荣耀300来测试一下 这个倒是启动了MAX100瓦 三个C口华为手机不能够握手SCP 但是好了荣耀手机 直接就可以启动PPS快充 真实功率已经跑到70瓦左右了 非常不错 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 直接用Echo就行了 反正也就是一个22.5瓦的协议 这部手机是绿场的真我13 Pro 可以启动PPS快充 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 很不错的一个功率 这款手机是不支持PPS快充的绿场手机 功率的话也就是12 3瓦 因为这个充电器它也不支持UFCS融合快充 所以说对蓝厂的新款手机可以 老款手机的话就不行了 这部手机为蓝厂的手机 Z10X可以支持33瓦的PPS 启动PPS快充 正式功率可以跑到32 3瓦的样子 很不错的一个功率 如果是蓝厂100瓦的PPS 它也可以顺利的握手 可以说现在蓝厂的用户是非常不错的 买充电器的话基本上可以不愁 三星的兼容性 我们就以这个乐透10家为主 看看能不能启动快充2.0 超快充电2.0启动 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 它的功率会更高一点 经过协议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协议设置 它很聪明啊 应该是看我们的视频看了很多了 三个C口它都屏蔽掉了华为的SCP的协议 让SCP的22.5瓦在A口使用 PPS荣耀100瓦 Vivo的100瓦它都是可以顺利的握手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进行实际的充电数据采集 咱们手头上没有Vivo的100瓦的设备啊 我们就用这个Vivo的44瓦的PPS设备 来进行采集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 我们直接充电 这部蓝厂的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私有协议的充电曲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 最高的功率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 40瓦的功率3分钟 降到30瓦的功率也是3分钟 后面逐渐的下降功率 然后这后面的功率平均的话 大概就是23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充到90% 逐渐下降功率值得充满电 从1%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1小时13分钟时间 因为这个手机的电池它是6000毫安的 所以充电时间长了一点 这个也符合44瓦充电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的温度是45.9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 这部手机为苹果16 Pro Max 我们用它来采集苹果的充电数据 目前的电量刚好只有20%了啊 我们就测20%到80%的充电数据 这个苹果16 Pro Max已经82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很标准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9瓦左右的功率 最高峰值功率跑到了35瓦左右 第二个阶段是21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9分钟左右 第三个阶段是14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6-7分钟 后面就是89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7-8分钟时间 就充到80% 将为5V的基础功率进行捐流充电 这个手机充20%的电充到80%的电 非常标准的45分钟啊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充苹果手机对这些白瓦充电器是没有考验的 最高温度在37度左右 充电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 这些白瓦级的充电器 如果是充手机的话 根本就考验不了它的温度啊 关键就是它在跟笔记本充电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拉它的大功率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现在就是拉它的100瓦功率 然后再拉它的65瓦的功率 进行两个档位的PD大功率拉债测试 现在是100瓦满功率的拉债 它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看我这个功率计啊 100瓦 充电器本身显示的是105瓦 我拍了一张照片大家看一下 功率计显示的是99瓦 相差几瓦应该就是这个线损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的自带功率显示 也算是可以参考 一小时40多分钟的长时间运行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的平稳 它是可以长时间100瓦工作的啊 温度的话我是拉平稳的 我才停下来 大家看一下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在79度左右徘徊 这个时候咱们用热像仪测到它 表面的温度为80度 然后充电口温度为89摄氏度 证明它的100瓦长时间输出能力 还是有的 至于这个温度表现的话 各位老铁们你们怎么看 我只是负责把数据给大家测试出来 现在是65瓦烤机的状态 充电器显示的是69瓦输出 这边仪表显示的是65瓦 有4瓦的线损啊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已经足足运行了 一小时35分钟 温度曲线平稳了 我才停下来 大家看一下温度图 采集线采到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62度左右 咱们用热像仪也采集了一下 它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63.4度 充电口的温度为67.5度 这个充电器65瓦的功率输出 应该是它的最佳输出功率 这根随着充电头附证的 80公分的一根短线啊 把它基础数据测给大家看一下 80公分长 线组在113毫欧左右 这么点短的线 这个类组就这么高了啊 这是我读出来的 内部eMarker芯片的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的话 后续拆开再看 供电能力20V5A 也就是100W 数据传输USB2.0 这下面是版本信息 这个线的压降值的情况 我们就测试9V和15V 1A和3A的情况 9V1A的压降值 0.12V 9V3A的压降值 大约就是0.36V 15V1A的压降值 也是0.12V的样子 15V3A的压降值 也是0.36V的样子 100W输出 这边输入是97.3W 损耗功率大约是2.7W 65W输出 这边就是64.2W 损耗功率约1.3W 我们现在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 它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看看它在多口使用的时候 功率是怎么分配的 还有会不会断连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测试 双口功率分配 我们来看C1加C2的情况 C1口先启动100W的功率 我们再接上C2口 接上的瞬间 C1口断连 重新分配功率 总功率100W 我们拔掉C2口 C1口也是功率降为0 然后再涨到100W的功率 C1加C3的情况 跟刚刚测试的情况是一样的 一样的会降为0 然后重新调整功率 变成65W 拔掉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会变为0 再重新调整为100W的功率 在瞬间C3口马上变为0 两个一起使用 它都是5V的基础功率 这样测试也证明 这两个充电口 它是走的同一路 降压模块 它们两个同时使用的时候 只能启动5V的基础功率 我们现在来看 三口同时使用 是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是C1、C2都连上的情况 我们接上C3口 C1口降5功率 降到0W 然后重新调整为 PD45W 这边走的是PD20W 三个一起 总功率100W左右 我们再来看 C1加C2加A口的情况 C1口65W C2口35W 两个都已经启动了 这个时候我们接上A口 还是C1口 功率降为0 重新调整为PD45W C2口还是文书不动 A口的话 走的18W的功率 三个一起功率 也就是90多W 接近100W 由于C3和A口 它是同一路降压模块 如果是C1口 加这两个口同时使用 C1口走65W 这两个口就是走基础功率 记住啊 C2口 C3口 A口同时使用 也是一样的 一个65W 加两个基础功率 这是这个充电器 四个充电口 同时使用的情况 45W 30W 两个10W 总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90到100W之间 多个同时使用 C1口 会从100W 调整到65W 再调整到45W 功率都会降为0 然后再调整 C3和A口 是单独的模块 它们两个一起用 就是基础功率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 多口功率分配的 一个情况 充电器 电路设计的 好不好 我们就要看一个 关键的数据 就是电能转换效率 还有就是 纹波输出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 充电器最重要的数据 进行测试 首先是 能量转换效率 110V 6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涌功耗为 6.2W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110V的 待机功耗 大约是 0.3W的样子 15W 供6的时候 110V输出 18.9W 这边指榴输出 15.5W 则算转换效率 82% 27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32W 这边指榴输出 27.6W 则算转换效率 86% 36W功率 110V输出 41.4W 这边指榴输出 36.6W 则算转换效率 88% 45W功率 110V输出 51.2W 这边指榴输出 45.6W 则算转换效率 89% 6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73.2W 这边指榴输出 65.8W 则算转换效率 90% 100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113.3W 这边指榴输出 100.7W 则算转换效率 89% 这边指榴输出 1.5W 这边指榴输出 36.5W 则算转换效率 88% 45W功率 220V输出 50.8W 这边指榴输出 45.5W 则算转换效率 89% 65W功率 220V输出 71.7W 这边指榴输出 65.6W 则算转换效率 91% 100W功率 220V输出 110W 这边指榴输出 100.4W 则算转换效率 91% 这个充电器的功率因素 只有0.6W的样子 它内部是没有PFC 功率因素较正电路的 我们现在测试的就是 这个充电器的 文波输出的情况 这个交流文波 就是衡量一个充电器 是否推荐购买的 一个重要的参数 也是各位老铁们 最想看的一个数据 我们把四个充电口 全部测试一遍 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这个测试文波 咱们试播器的 延时分辨率 还是设定在1毫秒 尽量的把文波的 大致的情况 全部都看清楚 首先是Type-C ECO的文波 1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44.1毫浮 平均文波 40.4毫浮左右 27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57.1毫浮 平均文波 50.5毫浮左右 36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59.8毫浮 平均文波 51.3毫浮左右 4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57.5毫浮 平均文波 50.4毫浮左右 6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48.8毫浮 平均文波 31.5毫浮左右 100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48.2毫浮 平均文波 42.4毫浮左右 现在我们来测试 C2口文波 1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89.6毫浮 平均文波 80毫浮左右 27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111.4毫浮 平均文波 87.5毫浮左右 36瓦文波 36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107.3毫浮 平均文波 94.6毫浮左右 4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89.99 也就是90毫浮 平均文波 79.2毫浮左右 6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53.4毫浮 平均文波 41毫浮左右 100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49.1毫浮 平均文波 42.7毫浮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 C3口的文波 1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87.3毫浮 平均文波 81.8毫浮左右 27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105.9毫浮 平均文波 97.5毫浮左右 36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99.2毫浮 平均文波 92.2毫浮左右 4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83.9毫浮 平均文波 76.4毫浮左右 6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58.5毫浮 平均文波 44.7毫浮左右 100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47.2毫浮 平均纹波41.8毫伏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USB ECHO的纹波 15W功率 最高纹波87.1毫伏 平均纹波79.6毫伏左右 27W纹波 最高的时候103.3毫伏 平均纹波96.6毫伏左右 30W纹波 最高的时候92.2毫伏 平均纹波86.6毫伏左右 这一轮纹波测试下来 还有转混效率测试下来 这个充电器表现并不是很差呀 各位老铁门 你们怎么看 这一款某品牌的100W 淡化加4口充电器 整体的表现我一句话总结 协议稳 功率10 温控一般 但在百元以内的价位段 确实是有竞争力 它虽然没有支持UFCS融合快充 但PPS的兼容做得还不错 三个100W的SEIKO 都屏蔽了 华为的22.5W的SCP协议 明显是为了适配荣耀的100W PPS 所做的兼容优化 这种策略取舍明确 值得肯定 10色烤机可以长时间维持100W的满载 电压电流都比较稳 但是表面的温度 接近80摄氏度 散热表现不能说优秀 最佳使用的功率段是在65W左右 效率高 发热低 适合日常多设备的快充 多口分配 做的也合格 掉功率 没有掉电压 转换效率 我在110V 220V下做了6组测试 平均下来87%左右 这个成绩属于中等偏上了啊 文波控制在120毫弗以内 低于国标的200毫弗的标准 没有明显的噪声毛刺 电源的干净度合格 总的来说 它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产品 但协议策略 做工细节 长期输出能力都经得起 基本验证 对预算有限 设备多样的用户来说 这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这颗百元类的 100瓦淡化价快充的核心用料 到底有没有正裁实料 我们拆解片更精彩 大家持续关注我吧 测是为了了解 拆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拆 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测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关注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继续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